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彼得是一个个性很强烈的人 十二个门徒都在那里 耶稣一个一个帮门徒洗脚 别人我想大家都不懂耶稣在做什么 可是很多人的那个态度可能就是 好吧我不懂 但是看看吧 也许过一下耶稣会讲或者是怎么样 就放在心里 可是彼得不是这样 彼得是那个我有什么话我一定要讲出来的 比如大家都觉得他就突然会跳出来 说不可以你不可以为我洗 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 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 而且他讲话都好极端 他就说你永远不可以为我洗脚 当然我相信他的心很棒 他就说你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 你怎么可以你是那一位 你记得他说过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那一位独一真神的神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为我洗脚呢 但是当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为你洗脚 我不把你不用我的生命来洁净你这个人 我还是说这一段耶稣在讲的还不只是洗脚这个动作 耶稣在讲的是他在石架上流出的宝血要洁净我们的生命 这是生命里面多重要的一件事情 耶稣跟彼得说如果你不让我洁净你的生命 你就跟我没有份了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得救的那个份 你就无份了 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 那全部洗 不管是脚 头也我全身都来 通通都要给你洗 因为他就是一个蛮极端的人 一想起来从这里到那里 哇好极端喔 但是你可以看见神是用他的 神也很喜悦他 彼得是耶稣喜欢的那个门徒 我想到另外一个相对的情况 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七间教会里面 有一间教会叫老底家 老底家教会 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圣经说他也不冷也不热 他一点都不激烦 要不然很热 要不然很冷的彼得 但是不冷不热 然后圣经说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冷 你不要这样不冷不热 其实我想主也在对每一个基督徒说 有时候我们看 哇那个基督徒 哇你太极端了 哇你干嘛要这样 你也太热心了吧 你也太爱聚会 你花这么多时间 但是神宁可我们的生命 不是那个不冷不热的 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认真真的面对 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死 而接下来我怎么样为他而活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 不是那个不冷不冷 也好了也好了 其实我们传福音 其实常常很怕 有的人说都好都好都好 信什么都好都好都好 当我们认为都好都好都好的时候 大概我们就不会去认真的面对 耶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宁可 有很多人传福音说 宁可别人一直辩论辩论辩论 但是我们就常常觉得 如果他认真的跟你辩论 就表示他至少是认真的 有一天他的心被圣灵摸着 被主的时候 他的心被打开来的时候 他信主 现在跟你辩论很认真 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当初那个跟你辩论 变得一塌糊涂 有一天他被主遇见 被主得着 他信主以后也是认认真真的 求主帮助我们认认真真的面对 十字架的救恩 认认真真的面对 他为我死 我怎么样为主而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